猫会预测灾祸吗 今天我跟温兄 受师傅郭道长之托 来到了重庆凤杰县 据说我们的师爷宅天师 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不过这师爷为何如此眼熟啊温兄 啊 师爷不就是那个 来了一个赶路的老公家 他给了我三颗药丸 哈利波特 我叫宅天佑 可是你额头上有闪电 这是宅的手这么Z Z 话说你们又是哪根葱 鬼故事大威 当世才子 断臣氏 狮子双绝 闻坛领袖 温廷云 拜见老天师 长话短说 我算到今晚会有八人路过凤杰 给此地带来灭顶之灾啊 是八个强盗吗 还是小马 天际不可泄露 我还有急事 拯救凤杰的使命就交给你们了 See you 断郎 我们要不要通知百姓逃跑 莫敬动百姓 我们有玉虎 武力上不会吃亏的 而且 果然带猫来是对的 传说猫咪洗脸 爪不挂 一旦挂 必有外人来 到时候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观察他洗脸 你怎么知道会是火啊 原来翟天师说的八人 使的是火呀